最近幸福三重奏热播,几对夫妻的日常生活,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欢乐,方向飞对待S的好,让她圈粉无数,方向飞对老婆的体贴系支柱诶,只是让人比较奇怪,但是她的吃方便很紧小胜贝,比如给老婆泡了牛奶麦片,自己扣吃一口,东西都不敢多吃, 饿了也坚持说不饿,总是很害怕的样子,不过在新一期里,我们却看到汪小飞的另一面,胆子变肥了,大S在外面非常给汪小飞面子,大赞她说,老公你烤东西真的好吃,汪小飞手里拿着酒杯,面不通红,还得色上了,那我做什么东西不好吃,向来都是大S给汪小飞出送命题的,没想到今天反过来了, 看来酒能绕摆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啊,还以为大S会说是是是,你做什么都好吃,但是没想到还真就旋气上了,别动嘛你,扶人爱看得也忍不住大笑,十分可爱,面对大S的吐槽,汪小飞来叫了,开始发话吓唬她,我们都是东北人,干啥呀你? 大S回对,奇怪,那我扇东人,不算东北人吗?意思大概就是怕你不成,汪小飞回应,差远了,这表情简直不要太挑衅,观战群众将红杰和扶元爱互相看了看对方,继续大笑不止,大S很快抓到鹿洞,你是东北人吗? 你不就是北京人吗?汪小飞胆而更肥了,我有很多东北朋友,咋了,见识不妙,大S没再继续吐槽下去,而是机制的转移了话题 大S接着又分享了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的趣事,趁自己刚结婚的时候,婆婆第一次来台北,到家里吃饭 然后汪小飞的妈妈对大S的妈妈说,梅姐,不好意思,我们家就是满族人,我们小飞满族人,以后就麻烦你们了,不愧是演员啊 大S学得真是有玩有眼,有趣的是大S的妈妈回答说,蓝姐对不起,我听不懂,我们家就是不满族人,所以彼此都管对方喊姐,谁才是姐呢? 但这不是重点,是两人不在一个频道上的对话,让大S直接当场傻眼,满族人VF不满族人,到底想怎样? 同为台湾人的江洪姐一定特别能感同身受,笑到不能自疑,大S也温暖的笑了 汪小飞表示,我在台北经常听这种笑话,听完了以后我就这样,这表情是认真的吗? 网友立马做出了对比图,汪小飞和树辣闪电简直就是神相似,小伙伴们更是笑成一片,此处剩略无数个哈子,感觉汪小飞就像是喝多了的样子 不过汪小飞的解释是,我整个人一个红脸汉子,其实没喝两杯红酒,主要是一直考串,寻着,把我脸都快考熟了 要知道喝醉的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没醉,他们是不会承认自己喝醉了的 如果不是醉了,汪小飞胆子哪里会变得这么肥,既赶出宋命棋,又赶喝戴F户队,当时肯定有点不在状态了 不过这样的汪小飞也很可爱,大家不会因为这样就给你差,停的了 你往上看